2022年3月26日,早晨6点45分钟 这是长征市方舱医院建立之后 这么多的农民工却不给他们发工钱 而且还要让他们自行隔离 隔离的费用还要自理 这些农民工气愤地说 我们挣的这些钱还不够隔离费的 现在这些农民工无处可去 他们只好无奈地堵在路上抗议 现在这些农民工的处境是回家回不了 又没地方住 吃饭也没有地方得到解决 这是他们抗议已经持续的第二天 这是昨天报道的后续报道 今天是2022年3月26日 早晨6点45分钟 我们是长存市新龙岭 支援方舱医院的工人 我们现在的活几乎都干完了 我们现在回家回不去 回原有的工地回不去 家里不让回 现在必须集中隔离 但是集中隔离的费用让我们自己承担 你说我们干这几天活都不够自行隔离的费用了 我们现在就像一个器影 到哪哪没要 有没有老铁指导的 给个评论 帮想想办法 看看我们这些原件方舱医院的 有家回不去 原有的工地也回不去 方舱医院也不收留我们 老家也回不去 非得让我们自行隔离 自行隔离的费用呢 他得让我们自己住 你们说说我们挣这几天 挣这两个钱 再去了隔离费用 我还说什么呢 希望能国家给个说法 都在路口上呢 大家仔细瞅这人员 再看看方舱医院里面 瞅吧 看看几乎都完事了 你看这个还有几个银 有没有知道的老铁 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我们现在已经没定住 没定税 没定买东西吃 看看这些原件方舱医院的人员 工地几乎提供了 都要返程 可是反常了怎么反呢 方舱医院不收留我们 原有工地不要我们 老家回不去 让我们打工者多难 看看这原缘 全在道 乱五人 是的 你 再说